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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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來 新冰進行去 實在有 來 為了我們實在有夠在這個時間 是的 今天進入我們三件課 因為大家介紹美食 對 因為我們的阿龐 為我們的富裕子在外增加 奔山乏術 辛苦了 加油一下 志明 加油 好 我們要來進行我們今天的 特別來比一歡迎 好 我們的好爸爸代表志偉哥 湯志偉 謝謝 謝謝 爸爸做的 雜家娘從小吃到大 實在有夠 讚 長腿媽媽妮雅倫 隨時來看家純的豆干炒肉絲 實在有夠 讚 趕快站在艾山旁邊 來 本來是金剛超開動了 一一一 我們平常都是人妻來 對不對 今天是 對 有好爸爸來 好爸爸 謝謝 志偉哥剛剛說你煮了豆干那個 不是 志偉哥是說炸醬麵 炸醬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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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高的就發抖好了 對 認真一點 太高了 你應該常看到有什麼好發抖的 你不要發抖 這話有意思嗎 你是太高 你為什麼志偉哥就會說炸醬麵 因為我爸爸做的炸醬麵 你知道那這是 全世界沒有辦法再跟他比較 包括去北京吃那個 是 那種的炸醬麵 而且我模仿他那個樣子做法 程序完全一樣 料加的也完全一樣 可是就是完全不 做出來就感覺不一樣 為什麼 沒有啦 其實我知道啦 就是那裡面有很大的父愛在那個裡 對 說到重點了 我照亮程度來照亮方法來做 然後做給我兒子吃 只要一吃他就知道 今天這個是誰做的 然後他後來他的結論就是說 爸爸 會不會有一天我的兒子 就說 為什麼爺爺做的菜這麼難吃 我其實就說 不管好吃難吃 最重要就是用愛心來做 將來你的兒子 也很要這樣子告訴他 好不好 爺爺是用愛心做 好吃與否 那就 辛苦你兒子 我們家是一定有 就是每次你只要晚上回去 你打開冰箱都會有一盆 一盆 豆干炒肉絲 因為我們從小就很習慣吃隔夜菜 因為就是說你肚子餓 你打開冰箱一定有東西吃 好棒 然後豆干炒肉絲就是一定會有的 不過說真的 我們非常地那個節儉的 會不會吃隔夜菜吃著吃著 長會比較高 喂 所以你現在開始要吃隔夜菜就對了 對 你可以試試看 我們現在真的很餓 真的很餓 這盡是我們的 美食咕咕樂 今天的美食咕咕樂 行運一條龍套餐 豪華到讓你無法想像 有脆甜的牡丹蝦及魚子醬 鮮嫩洋煎排 故味養生的山藥 香濃的南瓜海鮮湯 這麼高級的料理價值多少錢呢 請你開猜看吧 食譜的測試就是我們今天的 行運一條龍套餐 馬上有我們美食小鮮 是麻糬上菜了 我們的行運一條龍套餐是用 牡丹蝦 加拿大一尾就要50元 旁邊魚子叫是俄羅斯 一公克要240元 而且我們的主菜就是 澳洲洋尖排 一公斤將近1000塊 你看旁邊那個像疊疊樂 是我們的山藥 是當季的山藥 最後是我們的黃金海鮮濃湯 以美國南瓜跟石令海鮮熬煮的 這麼樣好吃的組合套餐 到底要花多少錢才可以吃到呢 第一組 1 3 骨醬 我這輩子還沒有吃過魚子醬 968 請你再低一點 要是這些器材就不得了 多少呢 940 940 940 確定 好 答錯 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 多一點點 888 888 這麼幾粒的數字 但是還是錯 還要再低一點 還要再低一點 對 十回票價 這一整個套裝還有配上紅酒 對 好啦 568 恭喜大遠 答錯了 再高一點 吳阿姨 很接近了 志偉哥 很接近了 已經相當接近了 578 578 加時間線 感覺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價錢 沒有聽過給他吃到呢 你公布快點 恭喜你答錯 再低一點點 再低一點 568 雅倫給你一個提示 568 後面是平頭 已經給你很大的提示了 女生對女生很好 570 平頭 575 575 他聽不懂我的提示 恭喜你答錯 答錯 謝謝 那我知道了 這一場我吃定了 576 好 就是576 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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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流頭髮我拿來的平頭 恭喜你答錯 我看平頭 不是那麼好 對 志偉哥 所有的數字都出現了 我只現在 你應該懂我吧 我只現在一個 五七八 五七流頭 五七跟平頭什麼關係寶貝 七七 七 這到底懂得我的平頭 恭喜你答錯 對 這樣可以給我們對不對 恭喜我志偉哥 可以坐下我們的心理條路 你先吃我們的蝦子 對 蝦餅那個的嗎 五丹蝦來了 它是直接吃的 你可以搭配著那個魚子醬 你可以吃一口蝦 吃一口魚子醬 甜 這種蝦子還不是平常可以吃得到 還有魚子醬 你全部都 太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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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嗎 太大一條了吧 希望你懂我的平頭 你看看那個香味 你也要嘗一下嗎 因為我沒有吃過魚子醬 對 渡小花 一口醬子 你也吃得太乾淨了吧 我還是老湯 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 美麗的那個風味十足 好 接下來是我們三藥 你可以搭配這個 洛神冰梅醬 可以這樣吃 就那一碗 這個時候來一個這個東西 完全正確 對 要準備了一下下一道的主菜 金爽多了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主食了 主食了 你看那個油光 那我就代替大家嚐一下 所以你更要把他的味道 告訴大家 對 吃羊肉會有一點羊燒味 不敢吃 那這個羊 羊肩肉吃起來的樣子是怎麼樣 有味道 對啊 我忽然感覺你樣子快變王傑 好笑 好笑 真的 加一滴的像甜酸的醬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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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恭喜志偉哥得到一個讚 得到一個讚 好 其他來賓不要氣 好 繼續我們的 有夠讚美食秀 也不得了了 我也不得了這位師傅 我覺得他的名字好像有點怪怪的 名字怪怪的 他的外號叫 通常會取鴨鴨這種名字都是個正妹 不是 今天是男師傅 男師傅 對 而且他跟鴨很熟 他昨天有跟我握個握一下 他在FB上面叫 等一下來歡迎我們的 邱玉凱師傅 好可愛喔 瓜哥好帥氣 帥氣 邱玉凱 外號鴨鴨 除以經歷18年 曾在香港知名酒樓任職 拿手的好菜是廣東菜 以及居酒屋料理 今天這句帶給大家是 又好吃又簡單 媽媽輕鬆小朋友愛吃的 對 家常和風料理 這個很重要 對 師傅我們介紹的是什麼料理呢 是什麼呢 今天製作義大利肉醬的食材有 牛角肉 蒜末 洋蔥末 以及義大利香料 和酸甜的番茄醬 加上製作米捲的香Q池上米 以及帕馬森起司 和各式的新鮮蔬菜條 還有可口的黃捷瓜 另外還有一個非家不可的秘密武器 先開始做義大利肉醬了 OK 好 來 開始 來 那我們先下乳馬鈴 大概一茶匙就可以了 一茶匙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用沙拉油 牛肉肉 油脂跟奶油碰在一起的話 它香味會更提升 說到肉的油脂 對 因為牛角肉的比例 肥跟瘦的比例有什麼差別嗎 肥跟瘦是1比1 但是也可以一個人口感調整 當然 繼續我們把 算片下來 師傅你就是用好小的火 現在轉大了 爆香就開始轉大了 對 因為奶油 奶油的火不能大會黑 它的燃點跟一般沙拉油 比較不同 所以這都要注意小便包的甜味 來 那我們繼續下洋蔥末 我們把洋蔥末炒到甜味出來就可以 但是怎麼去看它甜味出來呢 當它的顆粒變透明的時候 它就代表它甜味已經開始 慢慢在釋放 而且蔬菜是會 對 沒錯 師傅 我想要問 其實做義大利肉醬 一般來講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對 因為義大利肉醬像我 都是去超市滿現成的 做義式肉醬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要怎麼樣能夠讓它更省時 更方便地做好 那我今天 難不成你有秘密武器 好 有秘密武器 省時省力做出超好吃 義大利肉醬的秘密武器 因為義大利肉醬 一般來講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對 因為義大利肉醬像我 都是去超市滿現成的 好 我們先下個牛角肉 好 牛角肉下來 全部下去了 我們牛角肉今天我們用的大概是在 200公克左右 轉了個大火 做義式肉醬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要怎麼樣能夠讓它更省時 更方便地做好 難不成有秘密武器 還有 各位想知道嗎 趕快來看一下我們的秘密武器 是什麼呢 這是泡麵的牛肉條理包 泡麵裡面的牛肉條理包 很奇怪 來 我第一次聽到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好用的 是 打成泥 打成泥 我們當然要加點水 15CC就可以了 15CC 這麼小 15CC而已 好一點點 都不感覺 當然是感覺 今天是不是很幽默 真的 我跟他弄了已經十多年了 十年了 現在我們再做一個動作 等一下我先攪一下 真的是十年功 是 把它打開 好特別 從來沒辦法活著雞是這個顏色 真的 而且是拿來打這個肉 真是 保留一點肉渣的口感 也不要太爛 不要太爛 這打成汁就不好 它不是汁 是打成泥 是 我們就下到牛角肉裡面 加在裡面 好聰明 對 因為它裡面的香味會更散發 鹹味跟甜味也會拉出來 一直在挖掘它那個香味 來 我們下一下我們的義大利香料 香料 義大利香料 這要加多少 十公克左右 十公克 就少許了 就掌心一點點這樣子 好 好 讓它滾的同時 好香 我們現在看到有稍微有點起泡了 對 而且很彈性 對 那我們再加一點水進來 再加一點水 對 我們再加一點水 對 我們再加一點水 我們的自來高湯 自來水高湯 自來水高湯是不是 師傅 師傅 你真的是不走演藝圈 太可惜了 師傅 我很想走 沒能招 你快把你的面具拿下來 你該不會去菜一次吧 來 我們下一下我們的番茄醬 番茄醬 番茄醬 我的最愛 但是有一個問題 師傅 番茄醬有時候它真的太酸 要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它感覺 有番茄的味道 但是它又不會太淡 又不會太酸呢 這個問題很好 不要讓師傅回答 不會好 好厲害 好厲害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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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在做義大利肉醬的時候 番茄醬太酸 可以加什麼東西 中和它的酸度 沒錯 1 醬油 醬油 2 米酒 米酒 3 糖 來賓請搶答 道元 我覺得應該就是放 一向思考 一向思考 喂 我覺得應該就是放糖了 就是甜的 然後再加一點酸的東西 或許那個味道會比較中和 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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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趕快來問一下我們師傅 我們的道遠答對了嗎 恭喜道遠答對了 加油 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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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們醬油加過多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加糖 不會死鹹 他不會死鹹 會甘甜 接下來是什麼呢 太白粉水勾芡 其實在做菜的過程裡面 真的會發生很多趣事 對不對 今天我們的來賓 應該都很會做菜 我們來問一下雅倫 妳曾經做菜有些什麼趣事嗎 就是看火候的時候要很小心 就是差點把自己燒到 然後 因為我們家是那種 比較歐美的大樓 對 然後它那個就是 然後你只要打開的話 它就會烘 一直在燉一鍋湯 所以我就 然後感覺好像沒有那個烘 然後就做一個這個動作 這樣子下去看 對 然後這個同時 你還在那邊 然後你就再一次叮叮叮的時候 其實你剛剛幾次叮叮叮的時候 它那個瓦斯都已經出來了 它是慢慢在瓦斯爐上 是 但是妳沒察覺到 所以等我如果再這樣 你這樣一定會很近去看它 對 我這樣很近的時候 一開 這一次有火力 它要放起來的時候 就整個那個火力 然後就這樣撕了 還好我運動細胞還不錯 不好後退 但是有一點點燒到我的頭髮 所以就是要很小心 對 好嘞 說著好了 讓它收支完成之後 然後我們就加一點 泰國粉勾結 要讓它感覺有濃稠的感覺 這樣才可以附在 附在你的食材上面 漂亮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 我們的牛米捲的步驟 牛米捲來了 就是我們看看我們的米飯 看起來 這就是要隔夜嗎 沒有 是現煮的 現煮的飯 好Q 怎麼那麼Q 這裡面我加了兩種米 兩種米 兩種米 你們已經猜不到了吧 注意了 請問 煮飯的時候 在一般的白米中 混入哪一種米 會讓你的飯更Q更好吃呢 更Q更好吃 一 長糯米 二 短糯米 三 月光米 請搶答 到底是 當然是他因為加進去 他有他的長才 我們才要用它 長才 所以他還叫做長糯米 真的 他的答案對嗎 恭喜我們的志偉哥 你答對了 真的 為什麼 是會 因為我們白飯 通常我們都會覺得有點濕 要不然就是過乾 好 然後長糯米的話 長糯米是不泡的 糯米是不是都拿來煮油飯比較多 油飯肉粽 肉粽 米高 我知道你是不是要讓他們比較粘稠 所以這樣 比較Q 比較黏也比較香 謝謝 恭喜志偉哥得到一個讚 謝謝 謝謝 大家把所有的餡都給我好了 謝謝 好 謝謝 馬上看有沒有師傅我們在做壽司 將白米飯鋪在我們的 鋪在海苔上面 日本進口燒海苔 燒海苔 日本進口的燒海苔 它有脆度的 當然鋪飯的時候 我們是用 用推的 千萬不要用鋪的 用鋪的 因為鋪會把米造成變形的話 我們吃起來口感不太好 這樣沒有味道 你不用調味嗎 這個是彩彩也是沒有味道 對不對 當然 但如果還有我的秘密 又有秘密武器 師傅 就是個秘密武器 不是 入海了 趕快來看一下我們的秘密武器 是什麼呢 到底是什麼呢 這樣沒有味道 你不用調味嗎 這個是彩彩也是沒有味道 當然 當然 但是如果還有我的秘密武器 為什麼秘密武器 對 似乎就是個秘密武器 不是嗎 入海了 趕快來看一下我們的秘密武器 是什麼呢 海鹽 它的鹹度 跟我們一般的筋鹽比較不同 它的比較乾 比較不會那麼死鹹 我的飯也是用它來調味 這叫海鹽會浪雞 那就把它平均在米飯上面 對 其實用量還滿多的 對 因為我們的飯 它是必須要一個鹹度的 依序把我們的材料 把我們的材料鋪上去 妳的最愛 我的最愛 我的好朋友黃節瓜 黃節瓜 切成細條狀 對 長條狀備用就可以 是 在我們的直捲生菜 生菜 把它剝開 其實我們把東西藏在裡面 小朋友比較不容易發掘 對 真的 他吃青椒 真的不然小朋友都不喜歡吃青菜 對 接下來是這個嗎 起司吃 好 我也好愛吃起司 再來是我們的起司片 還是爆漿的主要來源 他是爆漿的主角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超市買的那種嗎 對 就是一片一片的 煙燻乳酪起司 然後再來 帕瑪森起司 怎麼加的 整塊一起加嗎 我們切片一下 切片一下 用量不多 把它切成絲 切成絲 切成絲 真的只有一點點 對 一點點都夠了 最重要我們的安格斯牛 對 重點 它感覺是兩個國家的料理的融合 對啊 日式跟印大利式的料理 這算是日式漢堡了 這是你自己發明的菜嗎 師傅 這是有一次我在吃壽司 聯想到的一個流感 真的假的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把海苔 上面空的地方往外推 把米飯往外推 對 剛剛媽媽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小小的空隙是沒有米飯 因為要把它做成醬糊 把它捏起來 沒錯 要留一個空隙 然後把它往外推之後 好貼的醬糊 真的 好酷 捲 竹簾 有 好功夫 來 我們把它往後拉一下 往後拉 媽媽要注意我們捲起來的時候 是虎口 虎口兩邊是抓住 抓住竹簾的上端 然後我們要往前壓 往前壓順勢 手指頭離開 那就會黏著 這邊有點往上翹有沒有 這邊有點往上翹的 師傅 妳常常在教我 那個口訣都背得很熟 真的 真的 好 拿起來看一下 我們還有一個縫 就是我們剛推出去的地方 我們推出去的地方 然後我們把它往前拉 那往前繼續 好 我們再把它整形一下 好 捏一下 捏緊 把它緊實 竹簾的後端拉出來 竹簾後端拉出來 對 竹簾我們的後端 本來是在下面 要挑它的形的圓圓 把它拉出來 用虎口去整形 有功夫的 對 然後前後我們再壓一下 這是 好厲害 它看起來就像一般的肉食 完成了嗎 所以我們現在要切片 然後就可以吃了 對不對 喂 生肉在裡面吃什麼 是不是在炸的當中 我們也想問一下我們來賓 我的志偉哥 應該是今天會來 應該也是想分享一些 他下廚的工夫 志偉哥很會下廚 真的 他真的好棒 我特別記得有一次 非常難忘的經驗 是 現在我小朋友提了他還會 屁屁桌 屁桌 你買個涼麵 擺在冰箱大概已經兩三天了 對 擺在那邊擺久 我覺得需要處理一下 不能幫它除魚 因為它還能吃 所以我就想把它熱熱 說不定會變成另外一種料理感覺 因為麻醬麵嗎 麻醬 麻醬炒麵 對 麻醬炒麵 麻醬炒麵 所以我就給小朋友吃 小朋友真的是 贊不絕口 一口就把它吃完了 如果吃完以後 真的沒想到 他立刻臉色大變 為什麼 馬上就覺得 那種感覺就是 怎麼了 怎麼回事 是 是不舒服 肚子痛 我想 好 那趕快帶到廁所去 後來我就請教我的好朋友 也是另外一位西南主廚 山姆斯先生 然後我就告訴他這整個過程 他聽完以後立刻大笑 他說因為 你是下油鍋的時候 已經加了油了 後來又上了芝麻醬 那個麻芝麻 經過了油以後 它又會分泌出油 所以油上加油 太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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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 不要自作聰明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書 好 我剛剛偷偷地做了一點 這個叫莫山關 對 這是我們的麵粉蛋膩 麵包粉 這個是已經裹好了 這個是剛剛我們已經做好了 你把它剝拌 剝拌 麵粉先 麵粉先很快的 輕輕的 上下都要 對 然後先沾上下 對 一樣 我們讓它滾一下 滾一圈 沾蛋汁 為什麼要裹麵包粉 因為它裹起來那個 搖桿會更酥脆 對 搖動起來很好 對 好改 你把它撒上去的方法 對 稍微按壓一下 按壓一下 只是因為它有蛋液 就是有黏性 直接就黏住了 完全被包覆 對 然後最重點是前後 前後要 我怕把它起司會流出來 把它捧住 鎖住它 對 起司 好棒 對 這樣 它口感會很酥脆 你知不知道 我們把它下去 炸了 好漂亮 只是麵包粉也是可以讓它的外皮 看起來很金黃酥脆的感覺 對 我們要注意 我們要稍微滾動一下 讓它均勻 這樣子飯不會太 就是太脆 結果牛肉還沒有熟嗎 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溫度 剛開始不能太高 160度的油溫下去 我們讓它熟成 然後最後再來搶輸 第二次的油溫 我們會拉到180 你還要再炸它一次 對 再炸 我好擔心它會 這是已經是第二次了 它的油溫是 我擔心它肉會太老然後 170到180 真的不會 不會 你們放心 有 其實油溫在炸多久的第二次 第二次大概一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對 第一次是我們讓它熟成 第二次是搶出跟比油 把它過多油分然後讓它出來 對 好 現在差不多了 它水分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表示它比油溫 比得差不多了 對 好 有嗶嗶寶寶 代表就是可以吃了 對 好 這次真的要上菜了 來 好漂亮 好漂亮 第四爆漿起司牛尾捲 由我聞的志偉哥一個人享用 好 加油 對 上菜了 謝謝 有 師傅的料理就是要吃原味 什麼 肉醬 真的爆醬了 爆了 有沒有 是流出來了 要吃一次 師傅先謝謝你 真的 真的可以咬下去 我沒有咬下去 好可憐 牽絲了 天啊 真是氣死我了 妳是氣死我會氣死 肉醬超香的 很自製的 你好幸福 去張籤 那今天通告會就不領了 馬上頒我們一個實聲獎盃 給我們的志偉哥 實聲獎盃 一池一道 我都在那邊 很厚耶 很厚耶 今天相當感謝我們的師傅 謝謝 謝謝 記得喔 每週一週晚上七夜半到八點 收看我們好吃又好玩的 西兵進行場